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爱养花的宁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 榕树的盆井的换盆 这是一棵种了几年的榕树盆井 我先把上面的一些装饰的石头取出来 然后把这个盆井给它浇透水 这样更容易让它的根部脱离盆 榕树它的生长环境 它是非常喜欢栓性的土壤 而且耐旱耐湿润 它喜欢充足的阳光 但是也不能在室外曝晒 现在把它取出来的榕树 放入一个高一点的容器比较小的 一个蓝色的小花盆里边 我想把它制作成一个盆井 将它的根部全部都给它放入土壤里 再给它加土 把这个盆井长大了的根 把它漏在盆的外面 这样看起来就像一个人生榕树盆井一样 土一定要按实 因为榕树它不怕挤水 所以我这个小的容器 它的底部是没有孔的 你水多一点也好 然后干一点也好 都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最喜欢榕树的一个地方 非常容易养 而且它的生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很快一段时间 它就会长出新的叶芽 所以要不断地进行修剪 它才会成为一个 有形状的一棵榕树的盆井 它的这个盆长的根球 要很长的时间才会长大 我这一棵榕树 大约都是有四五年了吧 因为一直在小盆里 所以说它长得不是这么大 但是它的根球确实已经盆长起来了 然后再把小的装饰的石头 给它覆盖在它的上面 起到一个装饰的效果 同时也会让它的水分 不容易很快地蒸发 榕树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室内观赏植物 虽然它不会开花 但是它的叶片 油亮也是相当美丽的 关键它没有什么病虫害 而且它的枝条 非常的优雅 换盆之后 不要急于的浇水 等到一天以后 再把它浇透 换盆以后的榕树 荣光焕发 谢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